分娩过后,产夫会排出一些红色的血液,就像来月经一样,这些被称为产后恶禄。 很多产后妈妈就想知道,生完孩子后,恶禄多久排干净,新手妈妈应该掌握这两点。 恶禄是什么?恶禄其实是产后,引到所排出的分泌物,混合着子宫出血,胎盘碎片,胎膜,子宫中的分泌物等。 其实之所以会产生恶禄,主要是胎盘和子宫剥离之后所导致的。 当女人生完孩子之后,子宫需要进行复原,由大缩小,而胎盘和子宫的窗口也需要复原。 于是在复原的这个过程中,就会产生一些组织物,排出来就是恶禄。 产后恶禄,一般多久能排干净,其实生完孩子之后,恶禄的排出会利于产妇身体的恢复,但是恶禄排出的情况也会因人而异。 比如说,由于体质不同,产后排恶禄的时间也会存在差异。 一般来说,生完孩子之后,大约需要三周二十一天左右的时间,能排干净恶禄。 但是也有一些产妇,可能在两周之内排干净,也有一些产妇可能会在六周左右才排干净。 其实关于排恶禄,顺产和偷妇产的产妇,也会存在差异。 一般来说,偷妇产产妇排恶禄的时间要更长一些,但是如果产妇排恶禄的时间,超过了七周还没有排干净,就最好去做一下妇合检查。 产妇做好这两点,有助于排恶禄。 一,保持弯阴清洁。 产妇在排恶禄的期间,一定要注意保持弯阴的清洁。 要及时更换内衣库,而且大小便之后,也一定要用专用的企业护理。 二,姿势也很关键,想要帮助恶禄,尽快排干净。 生完孩子之后,躺在床上时,应该向会因伤口的对侧,保持卧位或者是座位。 这种姿势,一方面能使恶禄排出时,尽量不要碰到伤口。 另一方面,这种姿势还有利于改善局部伤口的血液循环,有利于伤口尽快愈合。 关于产后排恶禄,你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? 欢迎再去留言,或者是关注我,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备孕、怀孕、月儿小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